大家好,我是Mira 最近自從我搬到這房子後 我發現我對生活的質素開始有點追求 有點要求 例如我以前的Vlog也有拍過我特地買一些很漂亮的餐具 會開始慢慢追求生活裡面要有不同的儀式感 所以最近都越來越覺得生活和工作都是需要一個平衡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做YouTube這麼久 一開始做的時候 其實我非常享受可以邊做東西邊玩邊休息邊做東西的這種生活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就是因為我一開始做YouTube的時候 尤其是我是生活型的 所以對我來說更加就是 工作和生活是分不開 就是玩的時候其實是做事 做事的時候也是玩的 一開始其實我是非常喜歡這種方式 但是慢慢做幾年之後 開始發現 開始會發現 其實工作和生活太過接近重疊的事情太多 其實也不是一件很好的事 所以最近就覺得是要分開 這件事 所以剛才我就在想 究竟我平時花了多少時間在工作呢? 我發現我是不知道的 我是沒有辦法得知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沒有一個固定的工作時間 我是想做事就做事 然後我做事的時候 我不會特地是中的 所以我不知道我怎麼開始 我大概會有一個數字 可能是三、四個小時 或者四、五個小時 但是我沒有一個實際的數 而且因為我做事的中途 我可能會出了廳 休息看電視 或者會吃飯 或者我會按手機 處理其他事情 我不太知道自己的工作效率 或者是工作狀態是如何的 然而是已經幾年了 所以其實我現在是非常好的 究竟一天二十四個小時裡面 我究竟會花多少時間做事 花多少時間休息 花多少時間去做其他事情呢? 所以這就是時間管理的重要性 我都希望自己可以成為一個時間管理大人 但是 我時間管理是有點差的 所以我剛才寫了一個時間表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希望明天可以跟這個時間表進行 我就是預計我八點會起來 每一個環節都是緊緊相扣 然後我暫時計劃到八點半 之後其實就是有個自由時間了 所以我都很好奇 究竟自己已經習慣了這麼多年 自由工作者的這個狀態 究竟可不可以真的 跟足schedule去做事呢? 所以明天呢 就會是我給自己一個小小的挑戰 就是二十四小時裡面 究竟我可不可以完全 跟足我的schedule 然後經過了一天之後 我發現的好處或者是壞處又會是些什麼呢? 成功的人呢 一定是時間管理超好的人 我自問自己是時間管理不是太好 我智空能力 不可以說差大 不算是很好的 所以 過了明天再跟大家分享 有什麼感想 現在是瘋了嗎? 8點03 對 然後我就要用半個小時時間去化妝 換衣 我預約得很充足的這個時間 因為平時我最快可以五分鐘就化完妝 好了 然後呢 現在要來敷個面膜 這個呢 就是美來美的八分鐘面膜 之前很多朋友去台灣玩的時候都是瘋狂掃貨的面膜來的 那藍色這一款呢 就是補水型來的 它的質地呢是偏透明的精華 那這款面膜呢 是跟韓國的醫美合作 所以這個面膜呢 是用醫療級的壓力絲材料 所以是完全不怕這樣拉扯的 那這款面膜呢 是不含酒精、香精和A酸 所以敏感皮膚、手術後或者是孕婦呢 都可以用的 那另外因為它的吸收速度快 只要敷8分鐘就可以令肌膚補充足夠的氧粉 你看這個面膜是敷得超級貼面 那另外因為其實它裡面呢 還有很多精華 那我不想浪費 所以呢 我就會倒它出來 塗其他位 超多 然後塗在手肘這些位 腳我都會塗 它真的超多 這一塊面膜可以代替Lotion 省了很多錢 那美麗美這個藍色款的 保水面膜其實它最主要的成分呢 就是一個叫做NMF的天然保濕因子 它是一個很溫和的保濕成分來的 那所以呢 除了可以有效 補充你流失了水分之外呢 還可以舒緩你皮膚敏感啊 一些不舒服的現象 好 再敷多一會就可以了 OK 8分鐘容易的 給大家看一下 啊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效果 超舒服 不知道敷完臉膜之後 我的習慣就是會拍打它 讓它再吸收一點 超補水 現在是 哇馬上充滿彈性 剛才敷臉我之前呢 是一直都有一個蠻緊的感覺 現在是 噢 飽滿了 好 那接著呢 就用精華了 這個就是美來美的小白瓶保濕碎精華 又叫做 其實它這樣一支 就張通了 和精華液是二合一 超級簡化了這個 Skincare的步驟超方便 那為什麼叫做 就因為它裡面有8種超級保濕和鎖水的成分 剛剛擠出來是黃色乳狀的 但一碰到皮膚呢 就會變水 所以呢 塗下去很清爽很舒服 然後再來這個呢 就是美來美的保濕輕乳霜 又叫做 雖然它是乳霜 但它質地呢 都是偏水的 它質地很輕盈呢 是一點都沒有負擔 非常之好吸收 它任何皮膚都可以用的 它質地比較輕一點 我就覺得 取代平時 如果是塗上覺得很黏的 那些Lotion的話 是一個 不錯的選擇 一推用這兩支 就用來妝前保濕嗎 晚上都會照用的 等睡覺的時候 皮膚都可以鎖水 因為現在基本上 每晚睡覺的時候 都會開加濕器 所以睡覺的時候 都想 可以皮膚 可以補碎一點 好 那接下來就要化妝了 目前呢 17分 都是 還在我的計劃裡面的 不希望今天 整天的計劃都會順順地來 現在是9點 然後我會吃個簡單的早餐 現在呢 除了grit yogurt之外 其他yogurt也不太好 就是喜歡它 grit yogurt這隻 硬硬的質地 太多了 之前有些炸雞 它是kune chicken 其實它是焗雞 不是炸雞 而且很厲害 太多了 現在開始正式做事 會做些什麼呢 譬如就是 看看email 然後阿姐可以拍什麼片 待會上一點的時候 跟youtube的manager開會 看看自己 在youtube裡面的數據是如何 看看自己有什麼問題 就可以 待會開的時候 問manager 好了 我們又來youtube開會 我好喜歡你的頭 好啊 好短啊 好短啊 我看新的影片真的很棒 我現在就按到我那個位置 我看到有些是減一千 減一千 我就在想會不會是 youtube會不會是那些 data 大清洗 所以偶爾會有 扣那些幽靈 的訂閱者 但我看到 減完一千之後 是加一k 二k 你一天加了八千個 很厲害 但我最近有發覺 那些視頻是少過早前 對 因為比較多了 工作 所以我覺得那些視頻大部分 我覺得 我跟那麼多人聊 很多人都會看到這個現象 然後呢 之前買了一些法國麵包回來 你看看 很厲害 我想快一點k o 那些 對 我會先炒少許鹽油 這次我會生吃 接著就會塗這個 我之前自己做的 Basol Pasta的醬 很方便 做好放雪櫃 做Pasta也可以 做麵包也可以 這次是 做MG 做MG 這次是 我做MG 超级简单 但是 哇 都是超级好实 这个面包呢 如果不剩下热的 它真的会很硬很难吃 所以一定要剩下热 你好 我今天要讨论一下 我是安布依林 欢迎你 其实每个都好吃 但是三文鱼吃的时候 都会有点漏 所以我觉得 灯笼椒会是最清爽 最好吃的 有两点 马上去银行 因为银行 四点就三文 你看这样搞的 回来到四点多了 去到银行也会花很多时间 我觉得有点改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和我一样 每次出完街 都会觉得有点 体力耗尽的感觉 另一分 不想用 之前我在 CBJ邦加州 想买这部Sony的相机 但是 它没有货 所以它就要退回钱给我 一些韩国银行的东西 都不就是说它太安全 还是说它什么就好了 就是因为我的ID名 和银行户口的名字 是不一致 所以它就进行不到 这个退款的手续 所以我现在就要打电话 对 我想说我打一打电话 已经是9个字了 已经过了 我一时也觉得很快 好像没做过什么 很久的 我究竟做完这个夜晚 我究竟应该跟上的节奏 还是做完我手上的东西 因为我手上的东西是没做完的 为什么时间够不够用 所以 那些人OT就是这样 对吧 对 因为我太久没有OT 因为我平时就是没有上班 下班时间 回到我设计 我是 6点到7点 是 啸的时间 我就不准今天有这个啸的时间 可能有些东西就是期间限定 所以 我希望找到 西福素 在西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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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我还没 还没 还没前睡 我需要了一个小时 真心希望8点就可以完成到 如果是完成不到的话 其实我还是会加时OT的 因为我今晚又出这条片 应该 是可以准时8点下班的 完成 但现在已经是8点 零五分 看回我的 设计 我应该 7点的时候 准备晚餐 然后吃 那样 现在真的很累 还没硬分 我决定叫外卖 其实已经是迟了 因为我就算现在叫外卖 它最快都要半个小时才来到外卖 我都要8点半 才开始吃东西 所以这个24小时的挑战 跟设计 已经失败了 唉 我刚刚在APP上看到有一个叫椰子 然后它那些食材 全部都是用椰子做主题 咦 它有干炒牛蠔 哇 好像很吸引 这一个 那我决定叫这三样 椰子布甸 麻辣去骨鸡脚 还有干炒牛蠔 给钱 其实剪片呢 真的会用很多精神 所以每次剪片之后 我呢 我个人都会很呆 真的需要休息 我不知道其他人 但是我自己剪片的时候 我通常 都是很集中 然后是 不太可以分导心的 如果认真剪的话 多数都是要三个小时起跳的 因为我之前也有说过 现在的片 其实有很多都是我自己剪的 因为 根据我的拍摄方式不同了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有些 位置是我自己才知道 本人才会知道 怎样去呈现 所以 很多时候我就会 将这个重任给自己 所以我最近 其实我觉得时间是超级快 好像今天这样 如果今天我没有出去银行 可能会好些 但是没办法 因为有些事情 要先处理一下 如果不去银行的话 可能会多两个小时 如果多了这两个小时的话 我可能就不用 因为我好像就可以 准时 6点下班 但平时因为我没有 定的时间表 我要跟着 所以我就不太确实 知道自己用了 多少时间 去做某一样东西 为什么跟照片看上去 会差这么远 8千瓶啊 这个 这个 不知道这个 就是麻辣 没有的鸡脚 我对甜品也是最好奇 好吃 而且 它的份量其实都大 先拍给我朋友看 他们应该都会对这个有兴趣 而且我看到 APP里面是 新加入的餐厅 可能是新海 蜂蜡 它不是很想象中的麻辣味 吃到还可以 现在是9点了 9点我给自己一个小时时间 其实吃饭 就不需要太多时间了 15分钟都可以吃完 但我自己吃饭的时候 我喜欢边看剧 或者看综维节目 所以 我会预自己 一个小时 或者一个半小时 因为 我觉得吃饭的时间 是一个 享受的时间 来的 可以的话 我都会花多一点时间 但如果我吃一个半小时 就会是10点半 可以算了 最近很喜欢看书籽到startup 也不小心看两集 现在11点 好 下妆洗澡 经过了常日的挑战 其实我觉得 也有好也不好 首先 好的地方就是 我可以清楚知道自己 在每一件事上 是分别用了多少时间 像今天这样 我就知道自己 在银行也用多了时间 如果不去银行的话 可能我就可以 我工作的进步 可能就会好一点 所以某程度上 我觉得可以变策自己 但不好处呢 就是我觉得好像 好像所有东西都好像很急 因为我一定要在 限定的时间里面做完 变成我没有那种很 松动的感觉 因为平时全部都是 我想做到什么时候停 到什么时候停 到最后 其实我觉得有些小OT的感觉 因为其实 本身我是没有OT这个概念的 但是我自己平时的话 譬如我做事做到天亮 我都不会觉得 哇好像做了很多东西 但如果我设定了时间 比我本身设定了6点 下班的时候 然后超过了6点 我就会觉得 有一点 我觉得我内心是没有那么舒服的 目前我觉得 有好有不好 希望之后可以找这个 属于我 又适合我的方法 还有一个好处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很早睡 如果我跟着这个节奏 我应该就可以 做到早睡早起了 是 再算了 好了 谢谢大家 下一篇再见 bye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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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